中文字幕提供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 五十四期調查班的結業典禮 透過張實的信念 我相信各位學員都已經了解 調查局跟一般的治安機關不同 除了從事重大犯罪調查工作 更在國家安全體系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此外 毒品綁製是當前政府的重要目標 過去一年多以來 調查局接連過過國內史上最大宗的 第一級毒品補科姐 以及第二級毒品大麻花的走勢案 去年10月 登泰馬來西亞警方跨國專案合作 在吉隆坡機場攔截價值超過4億元的毒品案 避免毒品流入臺灣市場 這些指標性的案件說明了 調查局棄毒團隊採取的斷根溯源策略 以及國際合作科技辦案的做法 確實有效防堵了毒品供應的源頭 從企圖工作的成果 我也要對今天結業的調查班學員 表達我的兩點期許 第一 要發揮團隊的精神 調查局所偵辦的每一起案件 背後都有來自無數同仁辛苦的頭路 我期許各位學員 未來無論你參與哪一項業務 擔任什麼角色 都要堅守工作的崗位 以團隊為優先 團隊的成果就是你最大的榮耀 第二 要注重專業的能力 現在科技日新月異犯罪的手法 不斷地在翻新 我請許大家要貼近社會脈動 持續充實各項專業智能 及多語言的能力 並且善用電子資訊 電視科學 以及大數據分析等科技 讓專業能力能夠跟著它時代的變化 包括新進的同仁在內 我們調查局全體的同仁 每一位都身負重任 請大家持續 全力以赴 新的一年 我也要祝福大家 新年快樂 大家繼續加油 謝謝大家